中文字幕——YK 中国人民带来大量的财富 他们既是清代最大 性能最好的外海战船 也是商船与海盗船 但是在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战争里 这些古帆船却被历史的洪流吞噬了 他们是同安船 一种在十九世纪前半主宰东亚海洋 却在不可预测的命运中 被彻底遗忘的中国古帆船 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的清代档案库房里 藏有近二十万件军机处挡折舰 其中有两幅极为罕见的清代彩绘战船图 极字号大同安缩船图 和一号同安缩船图 这两幅图原来是奏折的副图 虽然至今还没找到这两幅图所属的原奏折 对这两幅图的历史背景还有很多不明白之处 光是对同安船已知的部分 就足够我们还原出一场清朝中叶的海上生死斗 国立故宫博物院坐藏浩瀚的清代档案中 还埋藏了多少被遗忘的历史 同安船它又在19世纪前半段 可以说主宰了整个的亚洲 特别是东亚这个海域 它是商船 它也是战船 它也是海盗船 同安缩船是清朝外洋水师的主义战舰 这艘船就刚好在这样的一个木造船 发现到一个比较顶峰的事情的一个代表作 同安船就是一个电芯的南方船只的代表 可以代表这个中式谷帆船技术发展的 大概是顶峰跟最后的一个阶段 从前龙完期开始 同安船台地钢层船成为清代的主力掌船 同安船原本是民间使用的商船 是什么机缘 让它变为中国沿海的海盗船呢 又是怎样的原因 让它成为19世纪前半 中国的代表性战船 回答这些问题以前 我们要先谈谈当时所谓的海盗 19世纪初年的时候 大概的情形就是说 欧洲船来中国做贸易 中国船去东南亚跟日本做贸易 那日本因为实行锁国 所以没有船到中国来做贸易 琉球会来中国做操控 大概出现在东亚的船舶 就是中国船跟欧洲船为主 19世纪初 东亚的海上聚集了数以千计的商船 欧洲船来中国做贸易 中国船去东南亚和日本经商 这些商船装载的白银 香料 请来中国换取茶叶 因此 中国东南沿海 聚集了大量财富 这里充满着万国来潮 和繁华富庶的气象 显然是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 东亚贸易产生的大笔财富 招致了寄予之心 数以万计的海盗 正在海的另一端 普世淡淡 海盗给人的印象 就是杀人越过 虽然只用这个角度去形容他们 并不太公平 但不可否认 哪里聚集了财富 哪里就会吸引海盗的注意 鸦片战争以前 中国的小规模海盗 抢劫欧洲船舶的情形 在中国东南海域还是常常发生 我们一般想象里面 海盗都是在海上进行抢劫 抢的对象都是船 其实不一定 海盗经常在海上等船 攻击船舶很费力 可是海盗是武装的 所以他们常常会靠港去抢劫村落 抢劫商人 然后他们最容易赚大钱的方式 是掳人恶俗 因为你在海上抢 抢到商船有东西 抢到的不是商船 其实你没有太多的收获 但是你抢到一个有钱人 或者一个读书人 做官的人 家里有钱的 你就可以发给他勒索票 然后得到很多的钱 早在16世纪 华南海域就已经海盗猖獗 这些海盗 多半是熟悉 华南海域的当地渔民 这一块海域有无数纵横交错的水道 岛屿兴罗起步 非常适合海盗躲藏 海盗就利用潮汐掌落与季风 在大洋中自由来去 他们在今天的中国东南沿海 和台湾之间自由出没 躲藏 配合季风的方向 出海掠夺 有钱 就向西方人购买武器火炮 不然就抢夺官兵的武器 由于安南政权的默许和知识 海盗的势力不断壮大 沿海居民只能求自保 根据时代北京的不同 人们对海盗活动的班团不一样 但不论如何 海盗的行为 在社会安定 与国家安全 或是道德规法上 结束防罪行为 在1780年到1810年的黄金时期 海盗建立了一种非广泛的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我们可以说 海盗的缺套让了清体国 他们游走于东亚之宾 南海之亚 打劫往来中国的外国商船 攻击海上的渔民商家 掠夺沿海的居民百姓 更挑战大清的主权 这些海盗 后来操架着比清军水师 更为高大的商船 也就是同安船 阳帆东亚 无往不利 清军水师 虽然也有战船 但船只大小 根本比不上海盗船 因此 海盗面对清军水师 是毫无据色的 其中有一个人 他不仅入侵台湾 更是猖狂地自封为 正海威武王 并且召告天下 还自行分封官员 相当高调 他就是人称 大出海的海盗王 蔡谦 由于人口压力严重 清乾隆后起 福建和广东沿海人民 开始出海 流为肥党 乾隆26年 福建同安县西府乡的 一户贫穷农家 出生了一个 貌不惊人的孩子 这个孩子 就跟其他 数以万计的 平民子弟一样 长大后 因为饥荒入海为盗 只是 他的命运比较特别 朝来朝往 别的海盗 与草木同腐朽 永远被遗忘 但是 他却成了 威震东南沿海的 大海盗 他的名字是 蔡谦 蔡谦大约在1799年 加庆四年左右 兴起成为一个 大的海盗头子 蔡谦本人 一般的说法就是说 他家里很穷 他是福建同安人 有关他穷里股省多 不过穷不一定是 做海盗唯一的原因 做海盗的原因很多 他开始做海盗的时候 大概三十多岁 大概恨行海上十年 多一点点 然后呢因为被王德陆击败 所以他就招成了船 然后呢就死掉了 蔡谦是福建同安人 他出生于乾隆二十六年 死于嘉庆十四年 得年四十九岁 蔡谦的外表看起来 比较矮小 皮肤比较有黑 脸上有这个刀疤 然后喜欢吸食鸦片 蔡谦还没有当海盗之前 他曾经当过渔夫 也当过谭棉花的工人 他之所以会入海为盗 主要是以当时候 清代的社会经济状况不佳 军事力量薄弱 有很大的关系 原本只是为数几十个人 在沿海滋扰商船的海盗群党 究竟后来是如何演变成为 率领两万多人 两百多艘大海船 雄霸东南海域 最大的华南海盗呢 潜龙末年嘉庆初年的 这个连续十一年的海盗事件 最先就是因为了越南方面 他们的海盗到中国沿海 来做海盗事情 来抢劫 原来他们的船比较高大 所以他们的战斗能力也很强 他们活动的范围 除了广东福建之外 他们也到浙江 那就是在这个嘉庆五年六月的时候 有一次呢 他们大批的船队到了这个浙江那边 想要采取行动 大概不巧遇到了台风 所以就在六月二十一 二十二这一天呢 大部分的船就遭到这个 台风的袭击 大部分的船都沉没了 越南船呢 就不再成为中国周边海盗的主力 不过这一些没有沉下去 但是呢已经这个失去指挥的船舶 有一部分被蔡谦接收了 这也是为什么蔡谦呢 大约也就在1800年前后呢 成为呢海上这些海盗中间最强的一支 他本来只是浙江跟福建地区一个小小的海贼而已 可是他本身有他的聪明才智 所以他慢慢就是组合当地已经被清军署 针脚剩下的这些残余势力 慢慢就把它扩大 扩大就成为一个已经严重威胁到浙江跟敏 跟福建沿海地区安全的一个海贼了 蔡谦的海盗势力之所以会增加 那是因为他在海盗截略这些船子 迫使这些人加入到他们的团队里面 那也有一些人 也有一些人他战战当中的在海上做贸易 做运输 可是遭遇到海盗的抢劫 那他想说他舍本 他怎么样回去 那他只好在中途 他也变成了海盗 那一旦变成海盗了 往往就会走向一个不归路 就不太容易回去的 那所以清朝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防治这些海盗的产生 所以他限制出海的这些渔船 他们船上所能够携带的铁制品 或者火器或者什么限制这些 可是这样的情况 却反而做到了海盗势力的一个扩大 因为这些人面临到海盗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反抗 蔡谦有一个外号叫做大出海 那出海这两个字不是说 就是到海上去而已 出海在明显的中国社会 是用来称呼 往来中国沿岸 或者是往来台湾海峡两岸的 这种商船的船上的指挥者 不然就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也就是船长 蔡谦是所以叫做大出海 是因为他同领程的船队 海盗头子 同领程的船队 所以我们要讲的严重一点 他就是舰队的指挥官 那船长叫做出海 所以整个舰队的指挥官就叫大出海 海盗盘距东南沿海 严重破坏航海安全 根本不把蜻蜓看在眼里 大清于是耗费巨资 在这里建立固若金汤的海防 从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浙江福建沿海海防图 我们可以看到沿海遍布的城寨 炮台风暴等等军事设施 大清也很重视台湾的海防 这可从清朝积极建设安平和澎湖等要地看出 除了陆上固定的防御设施外 沿海水师是维持海上秩序的军事组织 其中以浙江和福建水师最为重要 是脚捕海盗的主力舰队 当时的指挥官是李长庚 他也是福建同安人 以浙江提督的身份 统领浙江和福建两省水师 嘉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李长庚却在讨伐海盗蔡迁时被狙击身亡 嘉庆皇帝听到消息后极为哀透 在奏折上写下 朕与军机大臣一同窃齿 他随后下令其他水师将领 全力讨伐蔡迁 李长庚是谁 他的死究竟与同安船有什么关系 李长庚是东安人 生于1751年 死于1808年 无意的是李长庚是当时最有难力的水师官员 一些资料告诉我们海盗们特别害怕与他垂直 曾有海盗说 不会前往病 只为李长庚 海盗在怎样怕李长庚 水师仍然败在战舰不如海盗船上头 李长庚三番两次追捕蔡迁 都因为官方船只比蔡迁的船矮一截 官兵登不上敌船 虽然两方打过遭遇战 很多次差点逮到蔡迁 最后仍然空手而归 嘉庆皇帝表示 此次李长庚折内 据称该提督所坐之船 为通邦最大 即并拢蔡逆之船 上低至五六尺 至于不能上船勤补 李长庚兵船 若与贼船高下相等 而此次在杨公角 或已将蔡逆生擒 那因杨公不能得力 致被吐脱 殊为可惜 李长庚认为 要使水师的武力超越海盗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海盗用铜鞍船 水师也要铜鞍船 大致上来说 因为政府编制的海军的战船 跟兴费都远不如商船 来得多 来得充实 所以海军的船舶的运输 跟战斗能力都比较差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原来的赶正船 它的运动速度 靈活度 都不如商船 所以后来的 海军 就水师的战船 都按照商船的方式去修改 海盗船 是由铜鞍船所改造 它的性能 也优于这个 赶正船 因此在李长庚的建议之下 蜻蜓很快的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新建数十艘的铜鞍船 可见蜻蜓是有能力 在很短的时间 新造更多的战船的 其实在嘉庆二年开始 也就是说当时蔡谦还没有抢到 这个衡阳船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要把原来的海军战船 叫做赶正船 改造成为铜鞍船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赶正船 它很笨重 所以它的运动速度很慢 反应比较慢 可是呢 就是说当时造的是标准的船 等到蔡谦有了衡阳船之后 原来标准的这个铜鞍船 就没有那个衡阳船那么高大 所以特别造的 这种大型的铜鞍船 叫吉字号 或叫陈字号 它的能力 就是足以跟衡阳船来比敌 可惜的是 李长庚才组织了 可以击败海盗的舰队 就在一次公败垂成的海上围捕行动中 战死了 从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档案告诉我们 加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李长庚等几位指挥官分别率领舰队在广东沿海追捕蔡谦 蔡谦手下的十一艘海盗船整夜逃避李长庚的追捷 到二十五日黎明 包括蔡谦的座船 海盗只剩三艘船了 官兵继续追击 追到黑水深阳时 蔡谦坐船的头巾和插花已经被打落 皮鞭也被炮弹击毁 海盗伤亡惨重 但蔡谦继续开炮巨颇 就在李长庚快要包围蔡谦时 不然卷起狂风掀起巨浪 李长庚在混乱中被炮火急中咽喉和额头 在二十五日下午咽下最后一口气 李长庚郑王的消息传到北京 嘉庆皇帝极为哀疼 巡视全体水师官兵与蔡谦事不两面 言语水师降变 素秦菜逆 诸英风诀 若英雄未喜 查明立正国法 朕为壮烈伯李长庚之事实身悲愤 若张建生王德禄等 不思未比报仇 甘心退避 则非我大清国之臣子已 将此通遇 这名水师知之 李长庚死后 嘉庆皇帝痛下决心要消灭海盗 但正要迎头痛击海盗 就要有容易操作 而且火力强大的快速战船 因此 蜻蜓用尽一切力量 开始征用民间大型同安船 一方面 快速地扩大清军舰队的规模 一方面 也不让海盗有机会截取民间的大船 民间尤其是商用的船子 他们所使用的这种 船子的性能相当的好 那同样这种情况是 感恩船也是 感恩船原来是一种渔船 渔船 它所慢慢慢慢演进的 也是从民间开始的 换来就是说 这个造船的技术的话 是从民间开始 然后官方发觉到说 这方面使用的经验还不错 所以还把引进出来 然后再加以修改 所以到了清代的时候 它就是慢慢就改变成为同安船以后 那在康熙 或者在乾隆末年的时候 开始决定说 要全国一力使用这种船子 可是台湾的部分的船子 一直要等到 一直要等到这个嘉庆的初年才使用 那这个里面的话 它慢慢把它规格化 建造的方法就是说 它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区 这个地区生产某一个 这个某一个船的特别的部分 另外一个地区是生产某个船的部分 然后就集中在一个船厂 把它拼奏起来 它就是一条船 换来就是已经慢慢走向一个工厂生产化的 这样一个速度 所以它的速度会比较快 李长庚的死 驻使嘉庆皇帝租用更多大型名船 在它阵亡前 租构的同安船先后服役 总数达到75艘 加上原以服役的同安船 总计超过百艘 李长庚死后 清军仍不断地租用大型船只 李长庚的弟兄们 为了复仇积极追捕蔡迁 终于在嘉庆14年 王德陆于浙江温州扬面围攻蔡迁 蔡迁战败后沉船自杀 海面就这样恢复了平静 如果没有新造同安船 也就没有办法消灭海盗 那海盗的问题呢 就没有办法根绝 因此 新建同安船与否 是打击海盗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虽然只是仿造同安船 并非制造比同安船更好 更优异的战船 击败蔡迁后 同安船成为清朝水师的主力船舰 然而这种官 民 道 三用的古帆船 却被历史遗忘了 国立故宫伯月所藏 军机处党奏折陆附中 有集字号大同安船船图 和一号同安船船图两幅图 全图彩绘 记载船体尺寸与武装配置 是极珍贵的古帆船图像 这两幅船图 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而绘制的呢 国立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人员判断 这两幅船图 可能是奏折的附件 并试图在运藏的清代档案中 找到其线索 终于在将近二十万件的军机处党折件中 发现了原奏折的陆附 陆附也就是抄陆本 而这两幅船图背后的故事终于被揭开 加庆二十一年 英国派遣使臣阿美士德来华 因为天津水师已被裁肺 金师海防洞开 英国船队直达天津 加庆皇帝为重建天津海防 命令江南浙江福建和广东四省联合筹 搬办官兵与船支炮蟹 编为天津绿营水师 采用船型较大 外海航行操架便利的铜鞍船 由于只有福建能制造铜鞍船 为统一四省的船支设计 敏热总督汪志一 就绘制了这两幅船图 提供两江总督孙玉婷参考 在嘉庆22年的时候 为了筹办天津水师 敏热总督汪志一上了一个皱褹 那这两幅图就是这幅皱褹的 这间皱褹的附建 所以我们今天才得以看到这两幅图 受伤在我们公共里面 在19世纪中叶以前 在这个清朝它的水师的战役 其实也是对对于海峡两岸的商船 也是用这种船 甚至到最后海盗也用这些船 所以这一支船的历史 也主宰了整个中国或者台湾的海洋发展史 长达很长的一段时间 一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才有所变化 这就是我们想把这个历史感 把对于这艘船以及整个海洋发展 藉由这艘船让所有的观众能够了解 船体本身我相信它本身这个结构上 我们透过文献的探讨 事实上据我知道 资料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各方面的专家 来提供各方面的见解 多方的收容 所以在整个重现它的结构的时候 我相信在那个形状 还有它里面的制造的过程上头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事实上比较在乎的是说 它整个船体的感觉 它跟我们的历史记录上头的图片也好 甚至所有典籍里面记载的各式各样的这个数据 资料 它们之间的一个真切性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否则的话就失去了我们考究 然后把它用一个模型来呈现的一个精神 在柏林的德国国家图书馆 典藏着一本极为重要的古籍 民省水师各标阵邪营战绍船之图说 这是一本描绘清代战船各部结构和用料的抄本 虽然写这本书时早于同安船活跃的时代 而未记载同安船的构造 但由于书中所载的感赠船 也属于浮船系统 结构与同安船十分类似 国立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人员 将此书与院藏的集字号大同安缩船图 和一号同安缩船图详细比对 逐渐了解同安船的整体结构概况 根据这两幅珍贵的图像和仅存的文献资料 国立故宫博物院深入考据图文 还原同安船的设计 在线同安船的工作是透过制作20比1的 木结构同安船模型和3D模型船出发 国立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人员 使用一切能找到的文献古书记载进行还原设计 在与制作模型船的老师傅合作 从绘制平面图开始 双方反复讨论 逐步进行同安船的历史再现 老师傅在国立故宫博物院提供的各项文献中 以手工逐步描绘重建出同安船的结构图 并进一步打造30比1的航行测试船 完成后进行实地测试 以确定船模型的试航性 最后才打造20比1的同安船模型 经过一道道的手续 以及不断的修正测试 逐步完成实作 这艘木结构同安船模型 考究的不只是外表 还有其内部的结构 以船舵为例 组合好的船舵可以转动 也可以上下移动 在另外一方面 同时进行3D的建模工作 做出和实体模型船相对应的数位模型 两种不同媒材所打造出来的模型 将开拓人们对同安船的认识 有了具体的视觉接触 同安船将不会只在历史记忆中驻足停留 而是真真切切地走入人们的眼中 中式古帆船发展到清朝的时候 大概技术上面都已经非常成熟了 所以在技术演变上 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从同安船的例子里面 可以很典型地反映出来 中式古帆船在技术上面的一些特色 根据各项文献记载 集资号大同安缩船船身 长约26公尺 两头宽约8公尺 同安缩船的龙骨分为 头、中、尾、三节 三节龙骨组合完成后 便在两旁增逐水底板 再以长条形木块水蛇和走马固定 这就是水密隔舱的舱壁 船体根据龙骨的分段 同样分为头、中、尾三个主舱 每个舱再分为上下两层 上层供人员使用 下层添入压舱土石 另外一个很值得一提的是水密隔舱壁 水密隔舱壁大概是我们了解到全世界造船史里面 大概大家都公认说这个是从中式古帆船 能传播到西式的帆船上面去的一个发明 那据大部分的学者的推测 这个发明可能是因为在东亚、南亚这一带盛产竹子 那么所以就学习竹子 这个中空的竹节这种做法 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地方破洞的话 水进去它只会灌完那一段这样子 不会灌完整段 所以它这个还可以保留很大一部分的福利 头舱设有头围座 舱内是船上士兵的居所 分为载舱、小官厅和阿班舱 中舱的底是中龙骨 分为大围舱、水柜舱、单单舱、油坡舱等 就用来储存航行所用的物资和货物 尾舱则是官员和水手的住处 分为官厅舱、通铺舱和舵工舱 铜鞍船船是山木板造的 称为船皮 皮膜间设有炮岩 火炮就从这里伸出来 从船首开始 船舰外侧会有张木做的龙木 是最醒目的特征 因是战船、龙木凝视前方 右楼木边设有钞 以大山木为材质 在港内转向时使用 船头有约十公分厚的拖浪板、兔儿等装置 都是张木材质 拖浪板由多块张木所组成 可承受破浪前进时的强大水压 钉、脊毛和备用的负钉 长度约六公尺 都是用色黑而质地坚硬的主木制作 前端则包铁或装有铁箍以强化结构 每遭船有四五个叫车圆的山木制陆鲁 也就是脚车 用来吊起帆、毛、舵等笨重组件 这些鹿鲁驾驭船之的两弦 由脚车木棍、车子、车耳和车脚板组成 为了搬运货物方便 船弦中央设有水仙门 由五到七块木板为闸门 但至外海时 水仙门必须封闭 以免海水灌入 船弦外设有侧柜 侧柜也就是今日所说的厕所 舱面设有大围三只 分别为头围、大围和尾围 头围长约二十一公尺 大围长约三十公尺 尾围长约十一点五公尺 山木座的棚架 可以安放降下的大棚 又不妨碍舱面人员行走作业 大棚就是船帆 主要是一块很大的布 由上棚单和下棚单固定 中间则穿插长条竹片强化结构 桅杆由鹿尔和寒潭固定在舱面上 圆杆由圆顶尖、圆顶滑车等组成 圆顶尖用于支撑定峰旗 圆顶滑车用于吊起大棚 不过奇怪了 这里怎么会出现荷兰的国旗呢 这不是中国水师战船吗 那为什么船上会挂着荷兰的国旗呢 那其实呢在整个清朝或者说从明朝后期以来 中国的帆船 不管它是商船还是战船 常常都会插着荷兰的国旗 不过当时的人也不晓得那是荷兰的国旗 它的起因是因为早期呢 荷兰人出现在中国海域的时候 因为它的船很强 它的海军很强 海上的作战能力很强 所以呢 中国人就觉得挂了那个旗子 可以下走其他的没有善意的船 同时呢也可以呢 就是说增加一些自信吧 那因此呢这种习惯传承下来 连这个福建当局在造这两艘同安船的时候呢 他们呢都不自觉的呢 在设计图上呢 把这个荷兰国旗给画上去了 荷兰国旗是个有趣的错误 但是接下来的定峰旗可就重要了 定峰旗是装置在桅杆顶部的风向标 水手观察定峰旗的方向 就能确定风向变化 根据这个资讯调整船返 妈祖旗则是用来祈福的 大概来讲现代人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信仰 在以前的人尤其是在海上活动的人 大概多少呢都会有他的个人的信仰 那那个比如说像那个同一个时间 广东的海盗有一个头子叫张宝仔 那他特别呢喜欢拜的一个神叫大王公 那蔡迁呢他很传统 他拜的神呢就是妈祖 所以呢他每一年有一段时间 一定要到周三群岛那个地方呢 去拜妈祖 船尾设有拜棚 拜棚里有个妈祖刊 除了让官兵祭拜妈祖 这里也是放置军令文书的地方 船尾还有官厅和站棚 这是为行政与作战所设置的空间 这里还有操舵用的舵房 舵就装在船尾 中式古帆船的舵 可能是在世界的这种造船石里面 看起来是非常特别的 它当然舵大家都知道一般是装在船尾 装在船尾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子 它一个小小装子 就可以提供那么大一条船 比较容易转弯的一个力量 因为它距离船的这个中心比较远一点 所以它的力矩比较大这样子 那这个船舵一般来讲 我们希望它在水里面面积越大越好 这个原因是这样子 因为流体地穴上面来看 水流作用在舵上面的力量 会跟舵的面积成正比 所以舵的面积越大的话 产生力量也会越大 可是舵却是装在相对来讲 比较脆弱的一根舵杆上面 所以它承受力量非常的大 我们又怕舵杆容易折断 所以又不能说无线质把它变得很大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我们看到中式返船里面 这个舵可以升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 因为像船如果航行到深水的 这个大海里面的话 比较没有什么顾忌 那这时候如果把这个舵 放到比较深的地方去 那我们就可以发挥 刚刚讲比较大的力量的效果 如果说这个船航行到比较浅水的地方的话 这时候就可能产生一个危险 就是说如果有什么暗礁之类的 那这时候不是船底或龙骨 会先撞到这个礁石 而是这个舵 那所以他们后来发明就是说 到了潜水区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舵伸高一点 那这样子可以避开这个可能的礁石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发明 就作战能力来讲 因为同安船的行进速度快 它的吊呛也就是它改变方向呢 比较容易 所以呢在战争上面 以运动的速度跟激灵明火的程度 当然很重要 所以呢在最后呢 能够在王德陆的带领之下 打败了蔡迁 所以呢过了在蔡迁都已经死掉以后 好几年福建的群府呢 觉得说那个海防的战船 还是要修这个同安船 那表示说呢 它在海防上面具有一定的能力 历史无情 清军水师只用改良后的同安船 作为主力战船 虽然配备已经进步了 又有很多优点 但这种落后的帆船 早已敌不过欧洲列强的船间炮力 只能黯然离开历史的舞台 清军水师面临的不再是海盗 而是工业革命后的鹰发强权 清军的这个战船在盾位 防护力 集中力 火炮的数量跟性能上 都不如英军 这就是鸦片战争中清军水师 失败的这个主要原因 清朝的并没有因为鸦片战争的战败 而改良战船 于是这个铜鞍船继续被制造和使用 而清朝的战船呢 也就更加落伍 而且和西方列强的距离啊 越来越大 在英法联军之一以后 清朝终于仿制外国的船舰 也向外国购买船舰 那么铜鞍船也就逐渐停止制造和使用 最后就终于退出历史古代 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 大家也都知道 在更早之前 郑和下西洋 我们的船只 中国人打造的船只 是非常强的 那这个当然 在19世纪中叶以前 或者19世纪初期 铜鞍船 它在整个东亚一带的海域 是一艘非常强的船 但是因为你没有让它 与时俱争 让它的战力 让它的航行的续航力更发展的时候 使到当西方的鸡帆船 来到了东方之后 它相形建筑 我想这是很令人历史的发展 它是很令人感慨的 铜鞍船 铜鞍船作为清军的主力战船 平定东南沿海的海盗乱世 对海防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鸦片战争战败 并不影响铜鞍船的历史定位 因为它在海盗制胜的那个年代 都已展现它的雄伟身影 只是铜鞍船也伴随着大清王朝的余晖 消失在历史的浪潮里 这一场居然没有 由于岳家正身的浪潮里 而助于沙军城的浪潮里 小时最isas 明快儿到值得出 对海盗与的喜好 是一场居然 超过一场大清王朝鱼 大清王朝鱼 下海盗 坐立下 大清王朝鱼 不可瘾 过一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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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